今日,港股四季度首个交易日,出现大跌,截至收盘,恒生指数下跌2.38%,创进一个月最大跌幅,跌662.14点,收报27126.38点,成交额909.81,亿元港币,恒生国企指数跌2.39%,收报10754.56点。 从板块来看,主要的行业和板块大幅下跌,航空公司,软器,汽车,保险等板块领跌,还A股的H股中,广汽集团,长城汽车,华电国际电力股份,中国东方航空股份,拉夏贝尔,中国国行等跌幅超5%,消息面,国际油价创进四年新高,而富有,昨日大涨2.68%, 盘中更是突破85美元,未近四年以来的新高,油价大幅上涨,导致航空股大跌,随着油价飙升,原有类公募基金今年以来表现强劲,成为今年收益最高的细分类别基金, 恒指十月首个交易日大跳水,虽然隔夜美股主要指数有涨有跌,倒指降0.73%,那指跌0.11%,当刚股十月份和四季度的首个交易日却是开门黑,早盘开盘,恒升指数低开0.26%,而后持续走低, 到下午收盘前一度大跌于700个点,再收盘时略微拉升,仍大跌662.14点,跌幅2.38%,恒升国企指数也大跌2.39%,今月的破位下跌, 使得刚股近期的底部反弹总是蒙上阴影,今日的倒跌,也创出9月6日以来,近一个月的最大跌幅, 刚股自今年1月底下冲33484点的高位后,便开始了一路下跌开始,从1月底高位至今,跌幅已经高达18.99%, 不过,今年以来刚不跌幅稍小,近为9.33%,截前公布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弱于预期, 美国与加拿大大成贸易框架协议可能令美国在贸易方面更加强势, 以及意大利股债烧啥等因素,或是引发港股大跌的因素, 而从板块来看,油价上涨,重庆建议,取消燃气注装费等,导致相关板块股票大跌, 由甲创四年新高,航空股暴跌,从板块来看, 亨生行业指数中的11个行业指数全线下跌, 其中航空公司,软气,汽车,保险等板块领跌, 航空股大跌4.45%,软气,汽车板块跌幅也超3%, 港股行业板块表现,航空股中,中国东方航空股份, 中国国航跌幅均超5%,中国南方航空跌幅也超4%, 国海航空跌3.22%,航空股大跌, 航空股的大跌与油价的连续大涨逆不可分, 而斯布油昨日暴涨2.68%, 盘中一度突破85美元,已经创出2014年11月来的新高, 而且自2016年1月份创出27.1美元的低位后, 不油价格一路攀升,如今不到三年的时间, 涨幅已经超过两倍, Ice布油涨幅分析认为, 需求强劲导致油价持续上行, 而油价上涨将推升通胶预期, 进而引发可能导致货币趋紧, 这也将不利于股票市场, 而由于重庆建议取消燃气出装备, 燃气股跌幅较大, 新澳能源大跌14.34%, 华文燃气, 港华燃气, 中国燃气等跌幅超百分之百, 这些含A股的H股大跌, 对于A股投资者而言, 港股中含A股的H股的表现, 对于未开盘的A股是最直接的映射, 含A股的H股中, 广汽集团, 长城汽车, 华天国际电力股份,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, 拉夏贝尔, 中国国行等跌幅超百分之五, 此外, 海罗水女, 毕亚迪股份, 山东新华指摇股份,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, 长飞光鲜光烂等跌幅超百分之四, 权重的金融股中, 工商银行, 建设银行跌幅超百分之三, 招商银行, 中国泰宝, 交通银行, 中信证券, 中国平安等跌幅也接近百分之三, 还有A股的H股跌幅较大者, 油价报场引爆原油基金, 今年以来原油价格持续大涨, 使得跟踪原油期货价格, 和油器类上市公司, 的原油基金收益率飙升, 从而成为今年收益最高的系分类别基金, 根据统计, 截至9月27日, 报纸油器类QDII基金今年以来平均单位净值增长率, 高达23.64%, QDII基金收益率前四名被人油类QDII包揽, 加实原油, 一方达原油A, 南方原油A和国泰大宗商品单位净值, 涨幅均超过了29%, 由于上周五和本周一楼价再度大涨, 这些基金年内净值涨幅实际, 已经超过30%, 关注东方财富网号East Money News每天为您推送权威, 专业的财经资讯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